美好的一天从你的微笑开始 大家好 我是铁牛 我现在擦这个鹿王山庄 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这个地方 我是从阿尔泰 开纳斯 还有那个和睦村 来这边住宿的 这边的话可以带宠物 环境也是特别好 我现在给大家看看吧 这里就是鹿王山庄的一个接待的地方 然后呢 这边有很多鹿 看到没有 鹿的标志 阿山鹿王欢迎你 就是我们从这边进去 然后呢 这边一排全是木房子 里面 鹿王 在这个地方 还有我们可以 在这里面可以看一下 我们进去 也有很多骑行的朋友 他也会 在这里住宿 人家骑行的 这边环境真的是特别大 主要是在这里面的狗子可以玩 里面也有餐厅 吃早餐的地方都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两边全是每一间每间的非常漂亮 还有这边也是非常卫生啊 这边的话 咱们在这个阿尔泰的格纳斯里面景区最晚上都是1000以上的到这边来三折只要三折的价钱就可以 还有我们在和木村一个晚上15000块住一个晚上 在这里的话几百就可以 有木房子 环境特别好 早餐呢各方面特别方便 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啊 从和木村过来 还有那个卡纳斯湖过来啊也是挺方便 在旁边有大型的免费的停车场 停车也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咱们出发了 这么一大一个门口 你看一个路角 非常壮观 旁边全是这种木房的民宿 这一片真的像绿洲一样啊 真的没想到这里种的是麦子 绿油油的一片 美好的一天 从你的微笑开始 大家好我是铁牛 欢迎你来到铁牛旅行季的频道 我现在呢正在可可脱海啊 就因为可可脱海那首歌啊 很多人也慕名而来来这地方 我也是因为那首歌来到可可脱海 现在太阳把它下去了 这个感觉真的是美不胜收 这个和西藏的青柯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麦子 现在咱们到了可可脱海景区的这个石头 这里有一个地图 看看我们在这里 龙门广场景区门口 对面那个山上的石头很奇特 看一下全部的那种孔啊 还有上面的那个石头 像天外来客一样 现在我们要去坐那个大巴进园区里面去了 我们刚刚已经在这个景区门口已经进来了 这边的这个区间车啊 全部像这种小巴 这就是著名的尔尔奇斯河 看那个水真是清澈间谍 对面是白花林啊 白花树 看一下这楼 这是正宗的黄楼啊 你看 他还知道我在叫他 他回头看一下 看我身后 这些像不像蒙古包啊 实际上他们不叫蒙古包 叫粘房啊 那个可可脱海 你们有一首歌就这么唱了 大家可以看到吗 那首歌的创作的灵感 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走过去看一看啊 那个粘房的前面 就是尔尔奇斯河 这边的话是云山啊 这树真的是够漂亮的 我们坐这种观光车过来旅行的话呢 他每个地方啊只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所以只能说简单的打压卡啊 不能深度的游 等咱们出了景区之后啊 咱们再去拍拍旁拍 然后带着狗子去到河边再去玩一下 这个景区是可以开车进来的 但是咱们那个车不可以 看这里有个桶 这个桶是酿酒的 啊 然后他们所有的酿酒啊 都是在这个粘房里面完成的 啊 看一下牧羊人的驿站 现在咱们已经到了瀑布沟啊 这里有很多传说 最美的的传说就是哈瑟克斯坦族的一对情侣啊 她们从那上面殉情跳下来 变成了一对飞鹤飞走了 现在咱们去那个阿尔奇斯河边去看看啊 哇塞 这还有沙子啊 听下这个水声 哇这堆石头 像一下又要请你一下呢 来看看看看 看一下这个水 清澈间谍 哇好冰啊 特别冰啊 在这里听的水声真的是非常享受啊 像音乐一样的 闭在眼睛静静的享受之中 水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很催眠啊 真的好想在这里睡一觉 我们进这个粘房里面来看一看 哇 丰富多彩的 里面还有食物啊 这个狗旁 这哈佩斯组的帽子 这哈佩斯组的帽子 照顾客人的 你看那个衣服很漂亮 这都是非常具民族特色 啊 哎 这个天 绽缓的雾点啊 现在呢我在这个中山这里啊 这个山呢真的很神奇 像一个钟一样的特别像 我现在把镜头转过去给大家看看啊 看一下我们看这个石头啊 下面一口钟一样的 我发现了一个树非常神奇 既然长在石头里面去了 哇 这个石头 连生命力多强盛啊 这就是生命的力量 我们前面就到了小钟山啊 看一下那个山的石头 像不像一个小的钟啊 刚刚那个是大的钟啊 看到没有 去到了前面 更神奇的是这个悬崖峭壁上面 这么陡峭还长那些树啊 还长得挺好的 你看 太神奇了 这就是生命的奇迹啊 我们就到这里了 就不往前走了 看一下这个河水 哇 新车见点 居然的绿色的毁萃一般 你好 了 这个是小十字的 那是小的 这就是小的 那是小的 是小的 最静的 这就是小的 那就是小的 我这就是小的 跟着小的 很不错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